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越要去了解它 我们要来认识这个蚊子到底怎么来的 它的身体构造又是什么呢 那它成长的过程到底又是什么 因为蚊子呢有点像是人类的敌人 所以小朋友 想要打败敌人就必须怎么样 先了解敌人 你才能够战胜它哦 讲着讲着怎么手就痒痒的 糟了 我刚刚已经被蚊子叮了 一个包 好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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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到底是哪一只蚊子咬我的啊 嗯 咬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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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蚊子在那里蚊子在那边 我要过去打它了 我要过去打它了 咬咬 咬咬 你会讲话 嗯 请不要打我 我是蚊子小蚊 很高兴认识你 啊 嗯 我想让大家认识我们蚊子一下 因为我刚刚听你跟小朋友说 好像很不喜欢我们 所以 嗯 我想说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希望 大家对蚊子有更新的 更不一样的认识 希望 讲完之后 你们就不要那么讨厌我们了好吗 啊 这样啊 我刚刚是想说要讲一个蚊子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啦 但是哦 既然蚊子本人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场 诶小朋友你说 我们让他自己自我介绍 是不是更生动呢 好不好 诶 有些小朋友说好 有些小朋友说不好 那有些小朋友没有回应 那 我觉得就让你说吧 因为我也蛮想知道 蚊子小蚊 你到底怎么来的 嗯 大家好 呃 我是蚊子小蚊 嗯 很高兴认识大家 呃 蚊子啊 是属于 昆虫缸 常见于积水处 潮湿的生长环境 呃 对于我们蚊子而言啊 潮湿啊 跟积水非常的重要哦 尽管啊 尽管啊 我八天前才刚孵化 现在啊 我已经是一只成蚊了 就是一只大人的蚊子了 我们蚊子的寿命啊 和人类不同哦 最长啊 只有三到八周而已 很短 跟人类不一样 嗯 那就先让我描述一下自己的长相吧 嘿 因为我小小的 其实你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有一双 透明 精巧的翅膀 一对美丽 有多毛的触角 一根细长 刺激式的口气 我的身体苗条 身体毛茸茸的 还有六条腿哦 是不是很美呢 我的体重是两毫克 相当于人类四根头发的重量哦 嗯 听你这样子形容起来还真的蛮美的啦 但是哦 我真的很不喜欢你飞到我耳朵旁边的那个声音耶 那个声音是怎么来的啊 哦 当我飞行的时候啊 翅膀会产生正正美妙的嗡嗡声哦 你们一定都听过这个旋律 因为我最喜欢在你们熄灯就寝后 睡觉的时候嘿嘿的 献上这首摇篮曲 哎呦天哪天哪好想把你挥掉哦 你们总是会亲切的跟我挥挥手 直到我发现一个适合叮咬的位置 嗯 如果你们睡着了 就会被我叮咯 嘿嘿嘿 你们或许会认为 我们蚊子就是专门吸血的讨厌鬼吧 但是啊 这个误会可大哦 只有刺蚊 女生的蚊子需要吸血以便产卵 其他的蚊子以美味的花蜜为食 我们几乎可以说是素食主义者吧 哦 原来如此啊 那你们蚊子通常都是什么时间出来呢 嗯 我最喜欢温暖无风的天气 也喜欢有云的时候 因为我不喜欢晒太多的太阳 还有啊 当遇到暴风雨或是大冷天的时候 我就会找一个舒适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 嗯 也就是我们家里对吗 嗯 对的 一天当中啊 我还有特别喜欢的一个时间 就是傍晚 那个时候呢 我会遇到许多的同伴 大家一起在水面上翩翩起舞 哎 我想问一下哦 为什么只有刺蚊 就是女生的蚊子要吸血呢 哦 哦 为了让我的卵长大啊 所以我需要吸血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寻找寻觅香喷喷的人类 幸好啊 你们夏天的时候衣服总是穿的特别短 让我更容易找到你们的皮肤哦 谢谢你们 呃 OK 然后呢 哦 嗯 我会啊 找一个绝佳的位置 小心翼翼 用嘴巴叮痒 丢 虽然我不是大象 但我还是有一个长鼻子 那是我用来叮咬与吸食的口气 我会尽量轻柔的叮咬 以免被你们发现 咦 你们还是会痒吗 哦 那真是很抱歉了啦 嗯 真是的 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哦 我们睡觉的时候 灯都关的黑黑的啊 那你们蚊子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啊 哦 我们蚊子啊 主要呢 是凭着气味和体温寻找猎物的哦 诶 我找到一个新猎物了 悠悠我们下次再见咯 呃 好 虽然我不是很想跟你说再见 因为我不想要再被你咬了 不过 下次再来访问你咯好吗 嗯 好的 没问题 我一定会再回来找你的 小朋友再见 悠悠再见咯 小朋友 今天小蚊介绍自己的身体构造 还有一些家族的习性 你都知道了吗 小朋友 你还记得蚊子的英文怎么说吗 对蚊子的英文就是Mosquito Mosquito 下一集呢 我们会介绍蚊子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那它的小baby又叫做什么呢 Yoyo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嗯